两岸租税协议,永久优惠待遇,繁荣双赢互利。 我是台商副老板,副大陆投资的台商。 我是租税专家,董专家,台湾地区精通两岸税法的专家。 我是税务人员郑小姐,任职税务机关。 签署租税协议的必要性。 两岸要签租税协议跟我有关系吗? 两岸租税协议可以消除双重课税,减轻台商纳税成本,当然有关系。 依据投审会统计,近20年来,台商对外投资金额光大陆地区就占了六成多,可见两岸投资往来很密切。 大陆目前已经签了98个租税协议,两岸如果不签,你在大陆投资或经营会比较辛苦。 签署租税协议有什么效益? 签署租税协议提升台商在大陆的竞争力。 签署租税协议?我的公司又不是大企业,可以试用吗? 当然可以,因为试用对象是不分大型或中小型企业的。 只要在大陆有所得,就算个人也可以试用。 这个协议可以减轻所得税负担或降低投资风险,让你在大陆投资或经营更有竞争力,不会输给其他国家的厂商。 听你们两位专家一说,有了两岸租税协议,我就可以安心做生意了。 两岸租税协议可增加我国投资环境的吸引力。 签署两岸租税协议对台湾也有好处哦。 哦,有什么好处? 两岸租税协议可以营造台湾公平合理低税负环境,吸引厂商来台投资布局,创造就业机会,提高所得。 而且,两岸租税协议可以让你在大陆少缴税,多寄点钱回家,又可以用税爱台湾,建设台湾,对大家都有好处。 厘清外界对资讯交换之疑虑 我听别人说,两岸签了租税协议,两边就可以交换资讯,我可能会被大查税。 大陆现在也签了98个租税协议,他们的厂商也没有被大查税,你担心什么? 对啊,台湾也签了26个租税协议,我们都是依照国际标准,以严格的程序审查,不符合规定,我们是不会提供资料的。 再说,两岸资讯交换有四步,不涉及既往,不做刑事起诉,不做税务外用途,不是具体个案不提供,你担心太多了啦。 两岸租税协议开创全体获利荣景 既然两岸租税协议有这么多好处,你们赶快加油! 吸引投资,创造就业,提高所得,建设台湾,人民,企业,台湾三方获利,我们支持两岸租税协议! 两岸租税协议,永久优惠待遇,繁荣双赢互利!